庄子,庄子一书,现在仅存西近玄学家郭向编极注式的33篇,分别为那篇7篇,外篇15篇,杂篇11篇,一般认为那篇为庄子本人所作,外,杂篇的思想与那篇不尽一致,可能掺杂了庄子门人,后学以及到家其他派别的作品,但外,杂篇的某些篇章也可反映出庄子的思想,这书主要阐述庄子的哲学观点。 庄子对乌人类的自我认识,解决现今自然,社会,人生问题等方面,都极富启迪价值,在文体方面,这书将预言,重言,知言并用,上乌运用预言故事以说明深奥哲理,在修辞方面,有大量虚构夸张的幻想,形象生动的比喻,负浪漫主义色彩,意境深远,为诗化哲学的杰作,散文艺术的鼻祖,逍遥游,文章起手以大鹏展翅, 扶摇直上酒墨里与小鸟做对比,突出小于大,短暂于长久的时空差异,点出小至不及大至的局限性,进而说明,要达到无所一事的最高境界,便需要望我无己,心中无功,无名。 本篇和《奇物论》是庄子的两大代表篇幕,充满奇特的想象和夸张的比喻,指出客观现实中的事物,包括人类本身都是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,若要获得精神世界的超越自由,就要无所一平,达至无我,无己的境界,从而进入心于道合一的境界。 《奇物论》,庄子在这著作中,引用了朝三暮四,庄中梦迭的预言,说明,他反对世人用渺小或片面的角度去观察事物,因而产生错误的结论,他主张以绝对至高的道具观物。 从此角度观物,世间默误都是其一,彼此没有分别,庄子认为一切事物的性质,差别等都可泯灭,默误都是道所生,世间没有古今,大小,强弱,高低,长短,是非,先后之分,若能了解这点,就可达到天地与我并生,默误与我其一的境界。 庄子十大雨露,一君子之交淡如水,小人之交甘如礼,君子淡已清,小人甘已绝,山目君子之间的交往,淡薄的如水一般,小人之间的交往,甘美的如甜酒一般,君子之交淡薄却亲切,小人之交甜蜜却亦断绝,二人生天地之间,若白居之过细,忽然而已,知北游人生污天地之间,就如快马顺兮,越过极窄的缝隙,这是转眼间的事。 所以人生是非常短暂的,三举是欲知而不加劝,举是非知而不加举。 逍遥由当事人都称欲圣人时,他不会因此而过分积极努力,当事人都非欲圣人时,他不会因此而消极灰心,他可保持独立,不受外界的影响,四不为薰勉四至,不为穷约屈俗,善性不可为了荣华富贵而自意放纵,胡作非为,也不可因为穷困贫乏而屈腹流俗。 五是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,富有天下而不以财系人,道指富贵而不傲视,不戏弄别人,这样的品质是难能可贵的。 六号面遇人者,一号被而毁之,道指喜好当面吹捧别人的人,也喜好背后诋毁别人。 七灾人者,人必反灾之,人间是害人者,必最终被人所害,故害人之心不可有,八明,公器也,不可多取。 天运名誉是人人都可享用的东西,追求名声,应是可而止,不可过度猎取。 九哀莫大乌心死,而人死亦次之,田子方最大的悲哀,莫过乌心如死灰,身体死亡还在其次。 十,不能容忍者无亲,无亲者尽人,更丧处心必偏狭的人,最终必会陷入孤立无缘的地步。 二十,不能容忍者无缘的地步。